今年的白露节气与中秋节仅隔三天的时间 加上疫情的变数牵动着瑞穗香鹤岗文旦农产的行销展售 乡公所高度重视特别召开文旦展售及行销会议及早因应 余会包括农会产销班以及地方明代都提出展售部点 文旦分级以及促销活动的建议 在产销期短以及疫情变数的双重夹杀 今年文旦有的产销该如何杀出重围 就是乡公所高度重视 今天上午特地召开文旦展售以及行销会议 邀请大家集思广益 这样子活动大家会启动才比较好 因为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他就会打到一箱用 这个乡公所怎么样推广 你的文旦要采之前 你是不是已经有采过你的文旦 你有一个试过你的文旦 到底是成熟的 到底是可以吃的 不要说看到人家采光 厉厉的我也采 那采下来真的采就会破坏你的名声 你以后你的销售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由于今年白鹿节气与中秋节仅相隔三天的时间 除了要确保文旦佑的熟成品质 备受关注的展售行销策略 与会包括相待会主席陈辽安 以及相代表们 农会以及产销班农民等也纷纷献策 希望能够有效行销 瑞瑞香优质的文旦又农产 就好像如果就靠台北坦来讲也是辛苦 那还有提到可能还有叶数 那如果假设我们可以的话 是在从八月份看 因为如果伍委会企业的伍委会坦来讲 他们的一个采购 最晚可能八月里一定会决定 那所以我们在八月初 我们在一些可能是比较大的市集 台中 桃园 新竹 游营 像竹科 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们场景是没有去算跟过 坦白来讲是有点可惜的 这些东西都一定会办 所以在我们 因为大国收购的部分 可能会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们农会的产销班 有20个产销班 文旦的部分 大概有五六百户 五六百户 因为往年都是这样做 所以大概会有五六百户的产销班农友 所以这个时间一样 瑞瑞香农会早已订定相关行销活动 大国收购等等的产销计划 而去年因疫情而紧急停办的 又见幸福 台北建国花市产销活动的香工所 今年渴望卷土重来 期盼农民也都能共享胜举 我们今年还是对于展售点的部分 只要是我们农友的摊位有足够 我们在台北建国花市也会争取来展售 那其他的点的部分 我们会反映给我们的相关农政单位 今年中秋产销期短 再加上疫情变数下 瑞瑟文旦又产销付费受敌 除了农民 农政单位更是想破头来 为今年文旦又农产的产销 寻求一条活路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